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于飞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17号至18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今后五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决心之大 力度之大 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 习近平强调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结构性 根源性 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 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必须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 更大力度 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 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 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二是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 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 五是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 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精准置屋 科学置屋 依法置屋 保持力度 延伸深度 拓展广度 深入推进蓝天 避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习近平指出 要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统筹各领域资源 汇聚各方面力量 打好法治 市场 科技 政策组合权 要强化法治保障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 资源能源等领域 相关法律制修订 实施最严格的地上 地下 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习近平强调 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将对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做出系统部署 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 抓紧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建立覆盖全面 全责一致 讲成分明 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加强生态文明保护 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监督 各级政协 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协商 和民主监督力度 要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查 力见作用 国家主席习近平 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布杜勒·马吉德·特本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特本在习近平台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特本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特本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阿建交65周年 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 发扬光大传统友谊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支持 双方要携手落实好 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合作文件 深化在基础设施 石油化工 矿产农业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航天 核能信息通信 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领域合作 培育合作新增长点 推进新闻旅游青年 体育智库等领域友好合作 夯实两国民意基础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阿方加快落实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 阿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 涉疆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助力阿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农业 交通 科技 电信 城市可持续发展 贸易 航天 检验检疫 能源 教育 体育等领域 多向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 民主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 进入交点对话 当地时间7月16号 在新西兰举行的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CPTPP的部长级会议 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正式批准英国加入该协定 英国由此成为了首个 加入CPTPP的欧洲国家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 相关协定预计将在经过 英国议会审查和立法后 于明年下半年生效 对CPTPP来说 这是自2018年底生效以来 首次扩容 成员国将从11国增至12国 其GDP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 也将增至15% 而对英国来说 这也是其自脱欧以来 达成的最大贸易协定 加入CPTPP之后 英国向其他成员国出口的 99%以上的商品 都可以享受零关税 随着英国正式加入CPTPP 中国何时可以加入 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因为按照收到申请的顺序来说 英国之后就是中国 新西兰方面表示 16日的会议没有讨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申请 而对于何时接纳下一个成员 该国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部长 奥康纳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的回应是 尚无时间表 路透社称英国加入CPTPP后 中国加入该协定的申请现在排在第一 中国于2021年9月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 今年6月17日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寿文表示 中国政府已向CPTPP成员递交了中国加入CPTPP的交流文件 有意愿有能力加入CPTPP 事实上 对于中国申请加入CPTPP 该协定内部早就传出欢迎的声音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和新西兰等国均表示支持 好 相关的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 周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加入CPTPP的国家 但是外界认为这个动作其实并不能够给英方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所以您怎么理解英国为什么还要加入CPTPP 它的动机目的到底是什么 有一种分析就是说英方的这一做法 其实是为了扩大它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干预 它的影响力 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当然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我觉得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英国本身 它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家 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 它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加入CPTPP来促进在全球贸易中的一种影响力 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这个对于全球贸易来讲并非是一件坏事 那么第二个层面来讲 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以后 其实它就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 因为以前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它在包括WTO 在很多的自贸协定中 它是有谈判权的 英国作为成员国 它是没有单独的谈判权的 所以一旦脱欧以后 英国就立刻面临着很多的贸易协定 没有办法继续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窘境 所以加入CPTPP对于英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能够帮助英国它的企业 建立更加稳定的外部联系 我想从这两个方面 我们可以理解它加入CPTPP 对它的重要作用 那我们再来说说中国 对于中国的申请来说 不仅是得到了CPTPP成员国的支持 刚才我们也说了 也同时受到了全球各个经济界的高度关注 比如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 就说如果说中国加入到CPTPP 这个协定每年能够给全球带来的收入 可能会翻两番 达到6320亿美元 那您怎么看 这个中方加入CPTPP 它的现实意义 它的作用会有哪些 它会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见仁见智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这种测算是基于它的模型的 这个模型有很多的假设 这些假设条件 有可能它的一些数据的来源 也不是最新的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 全球经济贸易的结构 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不管是这种贸易的流向 还是贸易的规模 以及它的产品的结构 都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测算 是表达了一个良好的预期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 对比中国入市的这个阶段 就可以看到 那么没有中国的WTO 其实它已经有很多的成员了 但是那时候全球的贸易 它的相应的规则 发挥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中国加入为全球贸易 注入了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动力 这个动力不仅来自于中国的市场 而且来自于中国对于规则的旅行 以及我们对于创新的贡献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加入WTO以后 我们对于规则的不断的发展 包括旅规 这个各自旅行自己的一些承诺 都是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想CPTPP 作为一个非常巨大的贸易协定 本身也是期待 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 这个作用如果离开了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体 最大的贸易国 那么它的作用一定是相对有限的 那么相对的一些规则 也一定会在相对有限的 这个范围内去发挥作用 我想中国的加入 对于全球的意义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一定是非常积极的一种作用 非常感谢周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观点 中国加入CPTPP 刚才周先生也给我们解读了 既有利于从市场开放 向贸易制度的开放升级 同时 另一方面 它也有利于防止 从CPTPP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 从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 事实上在这方面 中国已经开始了先行先事 7月13日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数学亭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目前 中方正按照加入CPTPP的程序 与各成员进行沟通和磋商 与此同时 为了获得更多的实践支撑 中国还积极开展先行先事 6月30日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 率先在上海 广东 天津 福建 北京 等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此前商务部还指出 中国已经基本放开了制造业外资准入 正在全面有序放开服务业 未来还将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此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RCEP的签署 因为中国参与高水平自贸协定 积累了宝贵经验 自2022年1月以来 与RCEP成员国的贸易 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的占比超过30% 最新出炉的外贸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 合计进出口6.1万亿元 同比增长1.5% 对我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好 我们继续请出周密 周密您怎么看 我们中国的这一系列 不管是从申请的这种积极性也好 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也好 我们主动的对接CPTPP的这些规则 我们的这些改革举措 您怎么看 我们想要加入这个协定 中方我们未来还要做哪些努力呢 应该来讲 我们知道中国对外 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 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上 而是会越开越大 这个承诺本身它就代表着很多的含义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各个地方的自贸实验区 在努力的去对标CP来去扩大开放 这种开放的模式呢 其实跟我们自主开放是相互补充的 自主开放的是我们根据自身的需求 来开放特定的部门 但是这样的一种对标国际高水平的规则的开放呢 其实更多的是为国际接轨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中 有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的企业 有些企业是来自于一些发达经济体 其中不少是来自于CPTPP的国家 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标他们的规则 对标他们的一些开放的模式 这些企业到中国来发展 就会相对来讲更加的容易 也为他们跨境的这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 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条件 那么为了对标CPTPP呢 其实中国一直在走地方开放实践的这条道路 2013年上海自贸实验区到现在10年以来 我们形成了一大批的开放的经验 这些经验并不仅仅在这些自贸实验区 它也是在复制和推广 在全国的其他范围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所以我想未来要想进一步的去推动加入CPTPP 除了我们提供交流文件解释说明以外 我们要用真正的实际的行动 让其他的CPTPP的成员看到 中国加入CPTPP不仅是有可能 有基础 而且会给各方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利益 确实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有一些可见的努力 而且我们确实刚才像您所说 中国加入CPTPP呢 会带来很多的可见的好处 但是在这个进程当中也就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等等 美国的这些盟友 在不断地质疑中方的能力 您怎么分析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一种观点就是说 如何看待中国其实就是检验CPTPP的试金石 这句话您怎么理解 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看到的就像您所提到的这些声音 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表态 确实在不管是在日本 在澳大利亚甚至在其他CPTPP国家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因为中国的体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中国加入CPTPP以后会对整个体系 抬升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对现有的一些行业和企业造成竞争 所以他们有所担心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与其要质疑或者是猜疑 不如说按照我们的这种承诺 按照我们交流的文件来试一试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如果说大家都质疑 说中国有不可能做到某些事情 那么你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会做到 其实加入CPTPP本身 它就是一个这种不断改进 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法律法规 和国内环境规制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一旦加入以后 我们一定会履行承诺 就像我们履行对于 包括WTO和其他自贸协定的承诺一样 中国的发展会给全球带来非常巨大的需预 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 好 非常感谢周明先生 过我们带来的观点 谢谢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网络作战司令部 于17到28号参加美国主导的网络旗帜 多国联合网络攻防演习 这是自去年的10月以来 韩国第二次参加该演习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的声明表示 此次在线演习 旨在磨练多国合作应对网络威胁 和相关信息整合分析的技能 以及整体作战能力 除了韩国 同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 也参加了今年的联演 此外还有五眼联盟成员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以及英国等 对于第二次参加该演习的韩国来说 演习之外的深化合作也是重点 韩国国防部表示 韩美还将通过网络司令部之间的 双边演训 网络专业人才及技术交流等 发展韩美网站协作机制 去年10月 韩军派18人首次参加了网络旗帜演习 随后在今年5月的 韩美国防网络合作工作组会议上 韩方提出将定期参加该演习 美方此前答复会积极考虑 后来予以批准 网络旗帜演习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主办 自2011年起 每年举行一次 美军高层表示 网络领域被视为第五战场 它能干扰敌军指挥部队 阻挠敌军侦查战况 甚至破坏敌军的金融活动等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宋忠平 忠平除了分享情报的五眼联盟之外 美军主导的网络旗帜演习还拉上了韩国和新加坡 分别是出于什么目的 另外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这是韩国的尹西越政府上台以来韩国的第二次参演了 那此前也曾经表态说是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参演 怎么来看尹西越政府当下的这些举动 实际上这里面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五眼联盟 它是个情报联盟 但是情报如何来获取 其中通过网络来获取情报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而且网络你看包括美国也好 韩国也好 包括五眼联盟不断强调的是防御 但是作为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它是以公代防 也就是要获取情报的话 需要主动到其他国家的网络来抓取情报 这其实是一种技术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 作为韩国来讲的话 它的想法是什么 它其实也是希望和美国 北约 包括五眼联盟来加强网络上面的合作 而且韩国在网络司令部成立之后的话 就和美国之间建立了联合运作机制 你像韩国 它不仅仅和美国签署了网络合作协议 也和北约签署了网络合作协议 既然如此的话 北约也好 五眼联盟也好 包括美国 只要玩网络相关的一些演习 就一定会拉上韩国 这里面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一方面美国也好 北约他们一定会拉 但关键就在于 韩国是不是有主动性 我们能看得出来 尹薛上台之后的话 这个主动性还是比较积极 好 我们稍后继续连线 刚才那中平也说到了 韩国是作为亚洲的一个IT大国 近年来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 是非常明显的在向美国 以及北约来靠拢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也意味着美国为首的北约 正在加紧将网络战旗插进亚洲 去年4月韩国宣布参与 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 主办的锁定盾牌演习 这是全球最大规模 国际网络安全攻防演习 仅仅一个月后 韩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网络北约 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同样在去年5月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期间 与韩国总统尹薛乐商店 两国就关键和新兴技术 及网络安全深化和拓宽合作 今年4月 尹熙悦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韩美正式签署 战略性网络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两国将增进 在息息共享等网络安全技术 政策战略层面的合作 韩国总统是称 期待此取能够构建 类似于核保护伞的网络保护伞 好我们继续请出宋中平 中平比较讽刺的是 就在韩国不断的向美国靠拢的时候 其实韩国政府在今年的4月份 才刚刚被曝出 被美国的情报机构监听 但是韩国政府却不以为然 所以想问到您的就是 韩国执意在网络占领域 力求与美国以及北约捆绑 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韩国想要得到的是共同安全 这也是美国给韩国 包括其他国家承诺的共同安全 但这种共同安全是要丧失 这些国家的主权 包括你像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其实在十几年前 斯诺登就已经曝光 美国不仅仅要监控敌对的国家 对手国家 他也在监控盟国 为什么要监控盟国 一方面的话就要看一看 盟国是不是能够中心等候 包括欧洲也好 包括在亚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国 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美国其实对盟国并不放心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希望拉拢这些国家 来共同打造网络安全 网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战场 而且又是一个新型的战场 在这里面的话 需要团结更多的国家 来帮助美国来抢占网络的制高点 而且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 包括你现在今年 造访美国在拜登的时候就谈到了 双方之间要加强网军的合作 这个网军的合作的话 就是以主动攻击为主 当然也需要进行自我的防御 而且韩国认为 只有搭上美国这样一个网络战车的话 才能让资深的国家安全 更加得到保证 所以不惜来牺牲自己的主权 以代价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些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 这个北约 他们是严必称防御 比如说像刚刚结束的这个北约的 维尔纽斯峰会 他们就强调说 说北约要采取持续的 更加基于主动的网络防御的态势 但是同时呢 它也没有停下将网络的战旗 来插进亚洲的脚步 所以像这样的攻防齐上阵 会给亚太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亚太局势也好 全球的局势也好 都会越来越紧张 就是因为现在包括美国 所打造的是一个混合战争 混合战争里面是包括网络战争这种模式 你像韩国为什么要和北约签署网络合作行 又和美国签署网络合作行议 其目的呢 就是要补充于这些国家的网络安排 那么作为北约 要想把实体的国家向北约地区东扩的话 其实难度很普通的 但是如果要想把网军向北约东扩 也就是像印太地区 包括俄罗斯周边东扩的话 这个难度要小得多得多 也就是网军先行来进行东扩的话 也比较符合北约以及美国的实际利益 美国实际上是打造了两个网军 一个是在印太地区打造网军 这里面就需要有韩国 澳大利亚 日本的职位国家 同时也希望北约能够承担网军的责任 所以在美国的要求之下的话 这些和美国合作的国家 都必须要成立网军 成立网络司令部 以此来为美国马首之战 也就是美国有什么样的军政体系 也要求这些国家也拥有同样的军政体系 来共同对抗美国所认为的加上 所以所谓的共同安全 背后的实质是共同的战车 谢谢宋荣平带来分析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定性为恐袭 俄出动战略轰炸机 报复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乌军28架无人机夜袭克里米亚冲突升级 乌军为何将目标瞄准克里米亚 接下来进入到全球眼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 克里米亚大桥遭袭之后 俄总统普京召开了视频会议并强调 这一事件是乌方实施的又一次恐怖主义行为 俄方会作出回应 没过多久 俄空天军就出动了战略轰炸机 对乌境内多地展开打击 17号当天 普京与各级官员召开视频会议 评估袭击后果 期间他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已长时间未用于军事运输 因此从军事角度来说 袭击毫无意义 布京称 他已下令对袭击事件展开具体调查 并尽快修复大桥 最新曝光的卫星图像显示 遭袭后 大桥公路桥部分路面出现断裂 不过 按照俄方的说法 其部分公路车道已恢复通行 铁路交通则已完全正常 同一天 俄媒报道称 克里米亚大桥遇袭后 俄军出动了图22M3逆火远程轰炸机 乌克兰基辅 切尔尼哥夫 哈尔科夫等地拉响了防空警报 之后拉响防空警报的地区还在继续增加 报道称 逆火轰炸机载弹量高达24吨 除了可携带炸弹外 既处还能挂载匕首 口径导弹 以及多型巡航弹 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请出特约评论员宋忠平 以及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诚 他也会在线上参与我们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还是请教宋忠平 您觉得为了回应大桥背袭 俄空天军出动了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境内的多点进行打击 但其实出动战斗机 我们说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这回要出动战略轰炸机 这体现了俄军哪些战术战略上的考量 实际上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既然克制大桥被炸 就需要报复 既然报复的话 这个报复就需要更猛烈一些 俄罗斯所说的战略轰炸机主要是三种 一个是图95 一个图160 另外就是图2-2 图2-2它的载弹量可以达到20多吨 你要像其他的一些战机的话 它的载弹量大概是几吨 你需要几个推次才能够去对某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而图2-2它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在防区外发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 包括55系列 555系列 包括还有其他的匕首导弹等等 它都可以采取这些导弹在防区外进行打击 可能几个架子就能够达到其他一些战机 需要几十个架子才能够完成的任务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出动这种战机 包括之前在巴克木特也好 马里乌波尔也好 俄罗斯也是采用这种战略轰炸机 来实施自己的战略和战术打击目标 包括你像战略和战术打击目标的话 包括有一些港口 尼古拉耶夫的这些港口 俄罗斯认为这些港口的某一些船只 包括一些补给的地方 帮助这些无人艇去攻击了可制打击 所以这些基础设施必然会被打击 但实际上作为普京一直在提到一个一点 就是实际上真正的报复 并不是说通过这些军事目标的打击 而是要把自己所拟定的全部战略目标都完全实现 这才是真正对乌卡的报复 这也是佩斯科夫给出的讲话 好 谢谢钟平 另外杨诚您怎么看 就是普京称这次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是恐怖袭击 您觉得这个定性我们能够解读些什么 另外呢 俄罗斯国防部把俄军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行动 也定义为大规模报复性袭击 那么这个定义怎么理解 因为类似的袭击您觉得还会持续吗 会持续多久 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手段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用恐怖袭击 来定性乌克兰这个针对克里米亚的一个相关的行动 俄罗斯这次呢 将导致这个平民伤亡作为一个证据 试图呢 用这种方式来否认 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任何行动的一个政治的震荡性和合法性 这就预示着呢 俄乌冲突呢 将继续延续以前的爆发以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 双方的都会致力于震荡化自身的一个行为 而将另外一方呢 在话语上 至于一个所谓的不道德的这样一个境地 这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系统呢 不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大公民报复袭击会持续多久 我觉得呢 可以肯定的是呢 这个绝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或者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 因为欧乌冲突的本身从一场这个欧洲的敌人政治危机 演化在现在我们正在观察到的这样一个长期化的乌克兰陷阱 尤其是呢 克里米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 将会日益成为双方决逐的一个决逐的这样一个重点 所以这就决定了这个欧乌两国呢 都会在这个方向上投入相当的精力 所以我在我看来的类似的这种袭击可能是一个常态 好谢谢 谢谢杨诚带来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关注双方的战略轰炸也好 袭击也好 也不能忘了双方现在其实还在战场上针尖对买吗 这点绝对不能忽略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乌国防部就放出消息了 乌克兰的国防部就说 说连日来前线部队呢 在东部和南部的多地取得了进展 收复了超过210平方公里的领土 半岛电视台网站今天的报道指出 目前俄乌两军交火的重点区域集中在 赫尔松 扎波罗热 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克里米亚半岛 17号晚间到18号凌晨 乌军出动28架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设施发动攻击 但均被俄军击落 地面作战方面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昨天宣布 自上个月开展反攻以来 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超过210平方公里的领土 其中包括上周在顿涅茨克的巴赫木特方向 接放的近7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总参谋部还表示 乌军已经向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处于俄罗斯控制下的 两座要塞发动攻击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今天晚间 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乌情报部门策划利用无人机对俄境内的一座水电站发动恐怖袭击 但被俄安全局挫败 与此同时 俄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表示 俄军在顿涅茨克击退了乌军最新发动的13次袭击 俄防空系统近在一天之内就击落了6枚导弹和19架乌克兰无人机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先问到杨院长 刚才您也说到了克里米亚一定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必争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在克里米亚大桥被袭击之后 乌军持续的对克里米亚半岛内的设施进行了空袭 那么乌克兰这段空袭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克里米亚对于乌克兰而言 可能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个2014年克里米亚经过这个全民公投重返俄罗斯版图之后 实际上对技术来讲对技术的任何政权来讲 就是收服这个克里米亚可能成为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先方向 但对于俄罗斯而言 克里米亚是它这个捍卫其大国地位和荣光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甚至呢也是这个普京当局汲取长期之争的一个 正当性的一个资源之一 所以乌克兰现在这段的对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些设施 用无人机进行一个持续打击 至少表明了这个乌方呢 试图拒齿去打击俄方的尸气 并且要彰显这段时间反攻的一个效能 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 也就是说在我看起来的话 至少是有两处目的 一个是打击俄罗斯的脸面和掌控生的尸气 同时呢要向背后去倾全力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西方 表明他们的投入是无有所持的 所以在相当程度上 这可能就预示了接下来的俄乌冲突 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刚才呢杨院长说到接下来可能 冲突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一个阶段 除了我们前面聊到的 在克林比亚这个方向发起的空袭和袭击之外呢 半岛电视台还列决了其他四个地点 要问到中平 中平我们如果把这五个地点 连城县一起来分析的话 怎么来看现在乌军总的这个反攻的思路 其实我个人觉得乌军现在的反攻 其实有点力不从心 为什么也就是现在面临的是俄罗斯的严密的防线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俄罗斯为什么要布设这些防线的话 就是要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而俄罗斯确实在局部地区 也在组织相应的反攻 也就是要防守反击 但俄罗斯呢基本上还是稳定在防线区域 来以杀伤对方的军事装备 以及人员为主 包括你像马斯克 其实他就提到了一点 就算是给乌克兰提供集出弹药的话 也没有办法改变战场格局 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现在战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指的变化 马斯克这个人比较崇尚的是什么 实力 无论是科技实力 军事实力都是实力 马斯克说的是实话 另外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英汉议员叫麦克尔 他就指出一点 他说现在的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在战场赢得俄罗斯 除非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的武器装备 让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的库房 打击俄罗斯的补给线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某些远程目标 才能够有效的来钳制俄罗斯军队 无论是马斯克也好 麦克尔也好 他们说这个话其实是有很强烈的道理 也是有很强烈的指向性 战场靠什么 靠实力 而乌克兰现在的实力 主要是以陆军为主 军军基本上不存在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没有制空权 完全靠北约给提供一些武器装备 组织起来的陆军 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攻 其实难度很大 而且这种消耗 如果消耗下去的话 对乌克兰军队再组织 向上的反攻难度就会更大 但是没办法 因为西方国家美国 包括北约不断的在督促 泽雷斯基抓紧时间反攻 要看到成果 随着美国国内大选的加进 包括在欧洲有一些国家 反战浪潮的不断加剧 泽雷斯基现在也很难 不反攻的话 比较麻烦 反攻的话将会更加麻 这就是实际的情况 非常感谢苏文平带来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